調一下 移一下 然後 最好是底下的四個都長一樣 字的顏色如果要改的話 你可以改它叫Fall Color 所以往下 前景顏色 背景顏色是Back Color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也許換個顏色 換個紅色好了 好 假如你改完之後 特別注意喔 其他另外底下還有三個 那你不要傻傻的再做一次 再做三次很浪費時間 我教給你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按Ctrl鍵拖拉 兩個 三個 四個 然後呢 把它的Caption 改成什麼 改成這一個 總共有四個嘛 那你就直接這樣 把這個Caption的屬性 這個的Caption屬性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要的改的那一個 就是因為Ctrl按住 向下拖拉就複製嘛 然後就有一個成績考核 兩個 三個四個都OK了 那有可能一種狀況是 你拖拉的時候呢 你的手 可能沒有那麼天使喚 或者你可能有阿茲海默陣的 前髮那個 開玩笑 因為你吃太多那個 那你要讓它排整齊的話 很簡單 選起來 這個跟那個Photoshop很像 格式裡面有個對齊 你第一個選到一定是白色的 叫主控向 對齊什麼 主控向的左緣 按下去 它就全部對齊了 那如果間距不同的話呢 格式裡面有個垂直間距 相等 它就相等了 反正你那個都可以再喬的 然後再利用什麼 文字方塊 旁邊再拉一個 大一點沒關係 這個是填性名 那其他怎麼做 Ctrl鍵按住 向下拖拉 兩個 三個 四個 理論上這樣拉應該已經準了 只是說垂直間距不同 沒關係 選起來 格式 垂直間距 相等 這樣就做完了 標籤 文字方塊 第三個是什麼 命令按鈕 就是標籤的下面下面這個 再拉一個 那這個的名稱 就在Caption屬性裡面 改成新增 字的大小 稍微調大一點 也調20 反正這個字的大小自己決定 那 顏色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的back color 看要不要改一個 改個深一點顏色 改這個 OK 深綠色 完成了 OK 我們就已經做出一個 還像個樣子的表單 那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上面有個箭頭 執行 這樣就跳出來了 OK 但是 現在還不會walk 它僅止於表面上做好了 你現在按一下它 它不會有任何作用 所以等一下再來看 怎麼樣讓它可以產生作用 就有點像我現在執行這個一樣 可以填資料 好 來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個請注意按右鍵 新增 按右鍵是插入那個自訂表單 然後原則上記得 由外 往內 由左 到右 先把該放的放 放一放 那如果畫面上面的東西 記不得沒關係 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我有把那個我們需要的畫面 有做截圖 那至於那個字的大小 顏色 應該是什麼字 什麼大小 我想這個你自己決定一下 你喜歡大一點的字 你就大一點 你喜歡小一點的字 你就小一點 這個每個人美感經驗都不同 你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設計 好